文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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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世界 欢迎来到文谦的意想世界 今天我们想为大家进行的是 宋美玲的爸爸 宋查理第三讲的故事 宋查理 其实在美国好不容易得到的教育 他渴望更多的教育 可是对金主跟对很多主教 还有他的学院院长来看 我们资助你 就是要让你回到中国去传教 那他运气也够好 他就去了北卡 那里没有中国人 所以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 接着你也会听到很多故事 包括他要被迫回去的时刻 他其实是不甘愿的 但是他回去的时间是真好 因为觉得他回去的路途上 所谓的黄祸的历史开始了 美国的白人 因为经济衰退的关系 很痛恨那些辛苦勤劳 薪水又比他们低 他们认为是你夺走了我们的工作 就开始杀他们 有的把他活活烧死 有的用剃刀 头发把他剃死 有的用剃刀 我们的命运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幸运 所以我常常讲命运 命运不是你可以选择的 那如果你很幸运 其实就是应该要感恩他 那宋查理在那个时刻呢 当全美国开始反中国人 反华人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因为他在北卡也没有撑上烫 那里也没有人需要反中国人 因为一定是一大群中国人 让某些白人没有工作 所以才会有人去杀中国人 他在北卡那里 只是人们觉得说 我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 你赶快回去吧 所以他被迫 在那个情况里头 就回到了上海 今天我们要进行是 宋查理的第三讲 宋查理呢 就是宋美玲的爸爸 宋是家族真正的创造者 我们在前面两讲的时候 谈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 充满了冒险 然后到了美国 他可能随时都被丢到海里 死掉或是被抛弃 但是他自己选择了 各种不同的道路 他有运气很好的地方 也有自己很勇敢的 重要的关口 然后后来他因为选择 作为一个回到中国的船教师 这件事情使他完全改变了命运 美国人开始愿意出钱给他 更重要的是 他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恩人 这是他自己夺到一个集思船上的 然后这个恩人自己本身是清教徒的 而且是文人很正直的恩人 然后这个恩人呢 离开了波士顿去到了北卡 这又使得他跟着恩人去了北卡 那改变了更多 因为北卡根本没有中国人 所以大家就更把所有传教的渴望 就放在他身上 然后之后他就真的接受了受洗 在三一学院的时候 卧里公会为他付了大多数的学费 而且希望很快的他可以完成很多学业 所以虽然他最后从三一学院毕业 人们说他其实是蛮冲突的完成学业 他本来还想留下来更久 但这并不是想给他在美国学习的人的目的 他们并不想把他培植成一个充满了知识的 充满了思想的 有医术的 有各种不同经验的人 对他们而言 你赶好回去传教 这是我给你钱的目的 那宋查理当时在他的同学们里头 其实他才16岁 但按照美国当时的资料里头 他已经19岁了 因为他谎报的年龄 在集思船里头 如果不谎报 他当时就要被赶下船 然后他会帮同学们写信了 同学们喜欢找他写信 是因为他的字 像华丽如雕刻 这是他的同学说的 那这很大的原因是 他小时候学书法 所以他就自写为别人好 那那个时刻 他跟同学们经常关系也不错 在三一学院的时候 有一些人会邀请他去家里头 那包括一个叫卡尔教授 然后他的学习生涯 就在那个过程里头 突然结束了 因为卡尔教授呢 家里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叫艾拉小姐 他跟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艾拉的母亲气坏了 就把查理从她家里赶了出去 你不许再到我家来 于是就在一夜之间 查理才发现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读书的一名 中国学生 曾经在教堂里头跟教友之间 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然后他也不过做了 他的年龄 很多孩子们都很容易做的事情 他也剪去了辫子 那一刻他才觉得 原来我是如此的孤单 但他未必真正认知一些事情 而在他开始爱上了 教授的女儿的时刻 三音学院那些资助他读书的金主 跟让他入学的院长 希望他赶快完成学业 赶快离开 生得热祸 而且就要赶快尽他的义务 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郁郁挂欢 而在那一段时间 他居住在一个叫 克莱文太太的家里头 他为她亲手编制了 最后一张吊床 给了她一个告别礼物 查理精心准备了这告别的话 然后抱着她痛哭 他本来还希望 再能够去看艾拉小姐一面 但是一切都不可能了 在那个过程当中 希望他赶快离开的 包括了神学院的院长 他对宋查理 松查理 他应该叫松树的松 松查理的评价 事实上是有答案可以考察的 他说松查理于1882年 至1885年在此上学 所以他上学时间 其实才三年 一个过去没有什么 太多教育背景的人 三年又这么冲促的离开 就是你可以想象 他们是给他的教育 他虽然再认真 再天才 也不是很完整 然后他如此形容松查理 他说他是一个 冒失粗心的小家伙 充满活力也很有趣 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 我们看不出 他对宗教有什么真正的兴趣 更不用说步道的工作 事实上他回中国后 我判断他很快就会办实业去了 在那期间 他一定会找一个比他强的女人结婚 使自己可以往更上流的社会爬 这个是他的神学院院长 对他的一个评价 另外一个牧师 对他的评价比较好 他说他的头脑聪明 大家把他当一个奇怪的人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是个中国人 他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跟我们的不同 他很努力学习 如何流畅地使用英语 他的言行举止之间 经常能够显示出 他的睿智 幽默和善良的本性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他的 会带他参加校园里的各种社交活动 尤其是他的字 精致如雕板 笔触细腻 花体自讯里而花俏 所以同学很喜欢找他写卡片 而查理在那段时间 知道人们希望他赶快走 那一刻 他倒是自己写了一段话 他说 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 孤单一个人 远离自己的同胞 和陌生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 顺着密西西比赫漂流的小木片 这是他对他同学所说的 因为他的同学后来发现 他们宋氏家族 在中国不得了的时候 他也说 哇就是这个人 然后就接受了访问 就谈了这一段话 他说他记得那个时候 查理呢 是双唇战斗着说这段话 说完了以后 眼泪夺狂而出 当时有十几个同学 就围在他身边抱着他 向他保证说 他们会像兄弟一样爱他 然后查理呢 还是很怀念 当时他爱的女孩叫艾拉 教授的女儿 就把以前他们一起交游的照片 夹洗了一张 送给了艾拉 那由于朋友们的嘲笑 你可以想象结局是什么 你跟一个中国人拍照 有人就把他照片 就丢到了壁炉里头去了 那个时刻的他 想办法让自己的英语进步 所以还会替当地的教会报纸 基督教倡导者撰写文章 刚才我特别提到 他在那里真正受教的时间 就是1882到1885 三年左右 他从三一学院的范德堡 神学院毕业之后 就被派往上海了 那个时刻 学校还特别 向上海的卫理工会的林乐志 做了通报 所以 当查理收到林乐志 写来的一封信的时候 告诉他说 你就差不多了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 你应该回到上海 来担任中西书院的传教士 在这里任教 他的回答 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那个时候他很想待更久 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 还会在美国待多久 但无论怎么样 我会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机会 来充实自己 我会回国做准备 等我结束学业之后 我希望能够把上帝的光 带给中国人 他自己也提到说 我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 把我们的珍宝 带到天国来服侍他 但是呢 事实上 对他来讲 去上海中西书院 马上担任教职 并不是他最重要的选择 对他而言 他好不容易可以 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他当时跟舅舅 闹饭的理由 这么快的 当然他靠别人的资助 可是他总是渴望 能够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然后学校果然是 给他发了文凭 但是他觉得这一切 都是匆匆忙忙的过场 所以他并不想走 他也不想立刻回上海 他本来是希望去学医 他想学医的时候 还写给他的金主 金主也同意 要资助他 但是卫里公会在当地的主教 坚决不同意 他说在这个领域里头 行医的传教士已经太多了 那主教呢 在写给卫里公会 驻上海的负责人 叫林乐之上面的 信里暗示了 他说我们准备今年秋天 把宋 就是松树的松 和伯乐文医生 派往你那里 我相信你会立即 安排松进行步道工作 那伯乐文本身呢 是一个美国人 OK 他的全名叫 Willem Hacker Park 他曾经在苏州这个地方 参与筹建薄熙医院 那还担任过 苏州薄熙医院的 首任的院长 所以是美国在华的 传教医生 所以他们才会说 我这个领域的人 这种人太多了 我需要是你中国人的脸孔 对中国人传教 所以主教是不同意的 最后就说 最好是让这个中国人 留点经历 一遍回到中国后 能够为宗教事业出点力 他已经尝到了 安乐仪的滋味 也不排斥享受 更高级文明 所拥有的舒适生活 这不是他的错 让这个我们为之 付出心血的年轻人 开始也学着付出吧 让他去冲锋陷阵 不留后腿余地 关于他想学艺的事 我已经告诉他 步道团里的医生 现在已经满园 再嫁一个就超额了 您的基督兄弟 迈克伊勒 于Tennessee Nashville 范德报神学院 1885年7月8号 所以主教的这封信 加上之前 他的院长 对查理说 他是一个 冒失粗心的小家伙 谈的就是 他怎么可以跑到 教授的白人的女儿家里头 想跟人家谈恋爱 某个程度来讲 形成了一个 很逼迫的力量 逼着 本来还想留在美国 学习的 查理松 不得不回上海 于是 查理 Jones 松树的松 就开始了 他要回中国 担任船校士之旅 12月 他和船教医生 美国人伯勒文 一起 在Nashville 登上了火车 去了Kansas城 然后改成 贯穿美国大陆的火车 座椅很窄 两个人坐在一起 腿挨着腿 火车上提供的报纸和杂志 充斥着世界各地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 在那个过程里头 巴黎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 也发生了很多大事 查理完全不知情 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 反华的暴乱已经发展到 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使得那个时候 美国的总统 Cliff总统 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当时美国所谓 Walt West 就是狂野的西部 陷入一个疯狂的反华 这些华人本来是帮他们去盖铁路的 然后对他们俩是很便宜的 然后他们是很勤劳的 比欧洲移民好的 比黑奴好的 可是当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以后 这些人也留下来了 去做别的工作 去开他们的店铺 去买他们的房子 美国人开始讨厌他们了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反华狂怒 就在查理穿越美国大陆的火车路上 富饶的平原 紫色的山山里头 到处都有中国人被白种人杀死 那是一个美国繁荣时代的终结 经济的大衰退 在19世纪80年代 席卷整个美国的西部沿海地区 当时很多人说 你们这些天朝人 他们叫中国人叫天朝人 你待遇要更低 天朝人不肯啊 于是呢 就在一些报社的编辑 以及政客的讨论之下 失业的白种人 就掀起了一场消灭黄祸的狂热运动 所以在美国历史里的黄祸 就是一场美国的经济西部的大衰退所引起的 那场大衰退的原因就是 本来西部啊 有一段时间是挖黄金 就是黄金热潮 接着就是白银热潮 结果等到白银的热潮衰退了 黄金的热潮也衰退了以后 当地就变成 暂时没有什么经济的收入 然后所有的股市又大跌 最后的结果 就那个地方失业率大增 反正跟现在很像 只是呢 现在的对象 是针对跨州的中国大陆的工人 那个时候不是啊 他针对里头的黄人 就叫黄祸 黄祸到什么地步 China Town 一把火烧 白种人组治安队伍 组成叫捡辫子队 直接把中国人的辫子给捡了 有的把哈门的头皮 一起剥掉 直接杀了 砍头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并不常见 但是在当时 却发生在对付华人身上 在最极端的暴行里头是 有一伙白人暴徒 割下了一名中国人的生殖器 拿到一家餐厅烤热了以后 把它烤熟 然后在很多人面前 像鸡蛋一样吃了下去 你知道他能恨中国人到什么地步 这就是所谓的黄祸 为了躲避白种人的迫害 数以千计的中国人 于是本来赚了的钱 复制一举 逃回中国 所以在这个时刻 原来在美国西部的中国人 那时候在美国人口中叫做天朝人 从11万减少到6万人 5万人逃回去了 当然这5万里头 有一些是被杀死的 所以当查理动身返回上海的 这个过程当中 正是这场血洗运动的高峰时期 他的运气真的很好 因为他搭着铁路 一直过去 一直过去 他也没进入任何一个 川南汤工作 他如果待在他舅舅的 川南汤里头的店里头 也不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 当然那个时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 如果他不要跟他的舅舅去Boston 他说我就想留在加州 我在加州就学这些人 就是在那边开店 他就完了 可是他的人生就跟那个时候 所有的黄种人的命运 去了美国黄种人的命运 完全不同 当然他的人生也跟留在海口的那些哥哥 妹妹也完全都不同了 在那段时间里头 一群暴徒 曾经将28名的中国居民乱刀砍死 然后剩下的呢 不是放生 是活活烧死 然后一些有教养的淑女们站在旁边 鼓掌叫好 哈哈大笑 所以各位其实你们要了解 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个种族的你我分别 跟你在烤牛肉羊肉没有差别 当你跟他是不同种族 而且他认为你是低等种族的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把你当成另外一种 animal 一种动物给吃了 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这些人 所以说这些事情 跟当时的媒体有很深的关系 有个叫Montanian 叫做蒙大拿人的报社编辑说 我们不在乎人们杀死这些中国老 不过最近杀的确实有点多 他们不该死就别杀 但如果该杀 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呢 那何必用杀的呢 有的干脆就烧了算了这样 这是美国的媒体 在19世纪的末期 在那个过程里头 很多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的移民做出限制 因为中国正处于一种八国联军 各种战乱 然后沿海就有很多抓猪仔 很多非法的中国移民 所以那个年代 很多中国的难民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利比亚跟叙利亚的难民 全世界都希望他们不要进来 然后全世界都认为他们是一个祸害 他们是肮脏的细菌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限制特定国家的居民入境 之前是欧洲的居民 这一次是第二次 所以当1887年 查理开始要决定回到中国国内的时候 当时想要到美国去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 那一年1887年 根据统计只有十个人 因为大家知道去美国是要被杀了 这样很可怕 西方媒体和历史教科书 在那个时刻刻意地渲染很多白种人 在中国遭受的屈辱 其实我们都很了解 在19世纪末期 白种人遭受什么屈辱 中国人都巴不得给他们帮拥 做买办 然后觉得可以在那些西方人家里头 做点事情 攀上关系 赚点生意 在英法殖民地里头 最后就变成自己可以发财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荣耀 但只要有一点冲突 就把他在媒体里头放大 所以这些在海外的华人 就变成那些白种人报复的对象 当时查理中送 他横穿这个美国坐着火车 他毫不知情跟他同一个时代 发生的华人在美国大陆里头 所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 也不了解这里头的暴力对抗 美国对他而言 就是荣耀 就是改变了他生命的一切 他再也不是那个刚刚抵达美国 跟着他的所谓远方亲戚的 就抵达加州 抵达Boston 只能够在一个小店里头工作的人 他是一个受过三一学院 上帝恩赐的教育机会 拥有传教士身份的高级人类了 他已经不同了 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很幸运 他抵达了旧金山 登上了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蒸汽船 是向横滨 最后抵达上海 经过十年浪迹天涯的生活以后 他回到了中国 然后在上海的鸿口下船 今天第三讲 我大家讲到这里 宋查理 宋美玲的爸爸